請你請多 大家動心、大家學員、大家平安、大家好 今天是第三天 所以今天的課 其實對你們來說 你可以輕鬆來聽 因為這是我們台灣政府 為什麼高班要訓練四千名 最想要主要就是你要怎麼做一個領導者 這是你們要學的 在講這個課程之前 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你們這篇我們三天有分這個 這個尖閣群島的法理爭議 你們回去一定要看有別 這是在講釣魚台 因為這個問題很熱門 所以你要跟朋友說 這個話題很好說 你看好用你的話去講 你不要用背 所以這篇最重要 再來這篇 台灣國基地位 這是在講台灣目前的地位是 你們沒有對一篇 你們沒有對一篇 你們沒有 不一樣顏色而已 尖閣群島 對 台灣國基地位這你們有 這就是在講日暑美戰 顏色可能不同 你們沒有台灣國基地位嗎 有 有 對啦 這本粉紅色這本 沒關係 吃飯的時候再到樓下人 這本是在講日暑美戰 就是我們現在台灣的這個地位 很複雜就是這本 所以你們要看好 要用你們的話來講 所以這本很重要 你們要拿這本 這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就是說我們現在要申請新聞政 對不對 你要怎麼界定你是本土台灣人 就是1945年9月2號以前 你就是你的祖先是台灣大 跟他的後代 都算本土台灣人 他 你如果不是本土台灣人 這裡也有什麼 你是居留政 你什麼會什麼會 是什麼會 這裡都有什麼 所以這本對 我們很重要 你們回去一定要看 所以這三本 我們還有其他 看看 還有一本這個 這日本天皇地下聖誕祝壽團 這是我們每一年 12月20號到24號 我們會去日本 祝壽日本天皇 這本裡面有日文跟英文 跟中文嘛 這本你一定要留 以後你如果說 有日本的朋友 或美國的朋友 你可以拿這本給你看 因為我們跟日本天皇的關係 是怎樣 這本比較重要 然後這本 是一個日本的女孩子 看秘書長的 新台灣論料 把她用漫畫 跟她簡單 把她寫出來 這年輕人 可能要看這個 這你也可以給他們看 或是孩子也可以看這個 再來我們的官網 我們台灣政府的官網 你打那個營譽 USMG 這個 你打進去之後 他的首頁 在左邊 他才有日文 有一個日文版 如果你要是要給日本的朋友看 你可以把她 左邊有一個日文版 那裡也有很多文章 所以你不要說日文 沒關係 你也可以把她甚至印出來 送給人 日文版的這裡也有 英文版的也是有 你如果去看我們的 國策顧問 何瑞元 顧問 那個部分 他都很多英文版 他都很多英文版 所以你如果要 說英語的人聽 你也可以copy 那個給人 還有我們中文 中文文章很多 秘書長 秘書長帳 都有這個 剖去首頁 我建議你們要看 因為一段時間 首頁這些東西 會招來左邊 對不對 秘書長這些東西 那都是重點 你們甚至可以把文章 copy出來 一分一分 你如果遇到什麼人 你要看對一分 你就可以 這個就是教材 很好的教材 所以你們要善用 我們往上的東西 因為 我們來學三天 這是國際法、戰爭法 是很高深的 很高深的學問 你看秘書長要讀多少年 你們才讀三天而已 所以讀三天要完全懂 是比較困難 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 這個我們告美國贏了 要有證據 這要白紙黑字 要要什麼 說實在 你讀三天 要讓你了解到 這個是對錯是非 是有困難 因為我們那裡有三分證 台灣地位沒有最大分 1、2、3 那裡有 第一集到第三集都圓文 那個圓文就是說 我們當時從 2006年 告到2009年 那個圓文 都在裡面 因為有的人 他懷疑說 你這個圓文是真的假的 所有的圓文都在那裡 就是一來一往 那個圓文的內容 他不可能說 你去拍照 拍出來 現在放出來 讓大家看 現場傳播是怎樣 沒有辦法這樣 他的圓文就是在那裡 這樣子來 所以 就是說 現在這麼多人 看這樣的忙碌 都說 這你們自己寫的 我也知道是真的假的 你來想看看 假的東西 怎麼有辦法變這麼多 變這樣 你們都看不到 因為假的東西 你一定要有邏輯性 前後要有邏輯 這樣一直貫連 對不對 你要一直變 變這個假的 要變成之後 真的很困難 你看 真的東西就是說 他要有邏輯性 因為他頭 這個論述是怎樣 他頭一直寫到尾 然後再回過來 他是有辦法 跟他連接起來 他就是真理 你就沒辦法 把他強迫說 他說他是假的 所以我們當一個領導者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看有這個東西 是真的假的 因為 當一個領導者 他有三個特質 個性上的特質 有的人 是很優美性的 優美性的領導者 他就是 他表現出來有這種 藝術的氣息 你看 每一個領導者 他不一樣 如果他是優美性的 他 他本身的個性 會強過 他這個 管理上的 給你的感覺 那他的特性 就是一種領導 所以他領導有很多方法 不是剛才一種而已 第二種人 是 強 強壯性的 就是說他很強勢 他處理事情 就是要依他的 就是別人不能插手 他要依他的方式處理 這就是 強勢性的 第三種 是 依賴性的 有的領導者 他自己是不自見的 但是他旁邊 有一群自然團 這個自然團 如果說什麼 他就依這個 那為什麼 他是依賴性 他又可以當領導者 因為他尊重專業 我們一個領導者 怎麼知道說 要怎麼樣採用專業 所以他知道專業是什麼 所以他用別人的長處 這是依賴性的 所以我們的領導者 不一定 你都要很強勢 不一定 你優美性的 強勢性的 依賴性的 這三個都可以通的 只是說 這三種有個性上的差別 他個性的差別 第一個就是 他有先天條件 先天條件 就是有三種 第一個就是 先知先覺 第二種是後知後覺 第三的是不知不覺 所以你是領導者裡面 他有這三種的個性 但是第三種 他絕對沒辦法當領導者 他如果是不知不覺 他是沒辦法 但是不知不覺的人 佔所有的人的80% 你如果精製他 他80%都是這些 不知不覺 不知不覺 大部分是基層的 基層的就是說 他通常要依附 上面給他交代什麼 他就去做 但是通常不知不覺的人 通常他的意見是很多的 他可能會因為說 你上面交代這個 不見得是對的 他會自己的想法 想要怎麼改 通常在基層很多這樣的人 還在上一層 這個後知後覺 其實你如果是後知後覺的人 就已經也不錯了 他差不多佔有18% 後知後覺的人就是說 他上面的指令下來 他有發動很好的執行 他的執行力非常好 這個相當於一個中間幹部 你是什麼經理 這個階段 他是一個很好接收指令的領導 所以後知後覺也很重要 他剛才18%而已 還有2%的人就是先知先覺 他先知先覺的人很少 他就是說無中生有 你什麼都沒有 但是他有辦法制定一個政策 要這樣走 要這樣做 這就是先知先覺的人在做的 所以一個國家 他的政策很重要 你的政策如果錯誤 你傷害這個國家是很大 你看 我們中華民國這個流氓政府 他由他開始 中介石禮拜之後 做到現在 如果他如果是一個很好的領導者 今天台灣不會走到這樣 就是說他的過程中 他的政策 已經改變到 他是一個很糟糕的政策 所以現在我們台灣人 是無法賺好的生活 你也無法賺好的錢 這就是說國家的政策 敗壞 他就這樣走 所以一個政治家 你的政策如果錯誤 你是要負責鞠躬下台的 包括日本、美國、還是先進的國家 你的制度、政策錯誤 你就是鞠躬下台 這是很嚴重的 這比貪污更嚴重 所以這個先知先覺的人 在這個世界上是很少的 所以為什麼 一個國家他要好到不好 跟這個領導者做關係 為什麼現在美國 要叫我們台灣政府 要訓人四千的 都是領導幹部 因為我們接手的時候 要先由這個領導幹部 你領導幹部 你基層都一樣 你領導幹部 就是說 你在開一台車 你要怎麼開 你裡面的人 你要怎麼讓他走 你要受訓 你會開的人要受訓 那 這些人 如果不是 接受這個指令的人 他就是下車 換人而已 所以 你接上一個政權 一個政府的時候 你不需要有經驗 你只要這個領導者 是對的 這台車 你就能塞得好 所以有很多人說 你們台灣政府 沒有人材 也沒有經驗 資政 你去哪裡做 這個都不用擔心 就像說 所有的國家 哪有一個 接掌政權 建國有經驗的 大家都也沒有 是啊 他為中國來台灣的時候 也帶一千名的人 可以 他要擺裡面 做工作的官 一千個而已 你看他一千個 就跟我們台灣官 到今天一 所以 這是不重要 像美國那時候 南北戰爭 他要建國的時候 他也沒有那麼多人 他就那一錯人而已 電動現在比較多人 所以 執政 他經驗是沒有關係 他如果太多 前一朝代的 這個 頭腦 的東西 你改朝飯代 你要怎麼改 同樣的頭腦 所以我們改朝飯代 你的頭腦就是 一定要改 對 換身 所以 你先天條件 如果這三種 你看你是處於哪一種 你就知道 你應該適合做什麼 但是 這也沒關係 這領導者 他還有一個後天的條件 後天也是可以背用 後天 第一個就是 你的見識要廣 就是說 我看過很多車 或是行萬旅 旅行 什麼的 都可以 你的見識就是很高 你就知道很多事情 你看過 接觸過 所以見識是很重要 這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你的心想要看 因為我們做一個領導者 你接觸的層面 人 不一定大家都個性都一樣 但是你要有那個 度量去接受 就是說 我跟你不一樣 你說出來的觀點 我有辦法接受嗎 如果沒有 我們是要怎麼有一個協商 這個 這個 韌性 也很重要 所以這個 度量也很重要 第三 就是說 果斷力 才好 譬如說 我現在 要決定這個事情要做嗎 我要在最短的時間 決策 這個事要不要做 如果 你如果覺得說 這個 不知道要做 還是不好做 這事情就不要做 所以果斷力 你成不成功 你如果看他 常常成功的人 他果斷力是很強的 這是第三 第四 就是你的責任感 萬一 你失敗 你的決策是失敗 你要怎樣 你要承擔一切的責任 就是說 你的孫心 你怎樣 如果政治家 他就是鞠躬下台 那如果企業家 他就是背景 就是承擔這個後果就對了 所以這個責任感 也很重要 第五 就是說 你的EQ要高 你的這個情緒的控管管理 因為有時候 這樣處理事情的時候 會想起 會不會接受 但是你要怎樣 你要怎樣 你如果說 雙方面都生氣 生氣的沒辦法 就處理這個事情 就算是說你 你很聰明的 你智慧概念 但是你的EQ沒有概念的時候 就等於人 這個事情就沒有了 所以通常 高峰會議 時間是很大 30分 絕對是在1點鐘以來 因為高峰會議就是說 每一個都是頂尖人物 我們知道的都已經知道了 不用說太多 就是說重點是什麼 目標是什麼 開會 說一說而已 這個叫高峰會議 你如果說你的程度 還沒到那個程度的時候 你的開會要很長的時間 說就是要說很多 敘述很長 這個通常 就不適合當領導者 因為這種人你要退居到後面 去follow來執行就好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說 你的位置是白里對 因為你如果根據你的對的位置 你去做事情 會比較輕鬆 你不要去做不適合你的 那會很累 人家想說 我不是一個領導人才 但是我要帶那麼多人 我跟你說 你會很累 甚至到 你的這條病因更差 因為你就不適合這個位置 你如果說你適合 譬如說你適合做業務 我出去我就很輕鬆 我在跟他們說話 我接的case就很多 那你就要去做業務 你千萬不要做領導 所以每一個人 要把你的位置擺對 這是很重要 因為行行出狀元 你做業務 你也可以成功 你不一定都要做頭 因為一個團隊裡面 剛才一個人是頭而已 其他人 你如果可以說擺對位置做好 你這個團隊就是成功 你跟領導一樣 同樣是成功 所以要怎麼有這個概念 不是每一個人都去做領導 就是好 因為每一個螺絲釘 它都有它的重要 這個螺絲釘要全部組合完成 就哪一台電風扇 你所有的零件配得好 它才能動 所以我們是講求團隊 將來我們的台灣政府 我們也是講求團隊 我們不是個人 不是個人領導 就是說我這個團隊 我這個單位 要怎麼做得好 這比較重要 分層管理 這比較重要 所以你的EQ就要管 第六就是說 我們要培養我們的文化氣息 一個領導者 如果他如果說話很粗 做事情也很粗心大意 你就是只為了賺錢而已 其他都不管 你的氣息沒用出來 就像說 我們假設 可口可樂 這罐的可口可樂 它的成本 算是比較多 不然很貴的 但是他要行銷全世界 他要理全世界廣告 這廣告費用就很高 全世界 想到全世界這個Coke 買得很好 他全世界廣告 麥當勞也喝 什麼 Seven也喝 什麼通通喝 但是他這個行銷費用是很高 你可能一罐賣去5.30塊 但是他的廣告費和信銷費是很高 但是他賣後很好 他的利潤超過他的成本 當然這是賺錢 所以定義說 我們要行銷一個東西 不是說這個東西貴得稀 你要賣得很好 他相關的配備要給他做 太好 所以就是說 我們要領導也這樣 我們這個部門 譬如說你是經理 你可以副理 主任 秘書 雇員 幹部 那一堆 如果這些人 都沒有跟你很好的配合 你這個單位也是做不好 所以領導不是個人 個人的魅力 不是只有追求個人的這個 形象而已 他是整體的 就像你這個Coke 你要廣告 你整體的形象是什麼 所以他們的企劃案出來 不是我一罐Coke在那裡而已 看他的是什麼形象 你是什麼感覺 那是很重要的 所以 我們現在在當一個領導 不是說 我有權利 錢是我發給你的 你就得聽我的話 是已經不是這樣的 就是說 他為什麼要跟你 你是什麼條件給他跟 這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 解析是基層百分之八十 我怎麼說 他是不知不覺的 他是不知道 什麼是對的跟不對的 他可能都用他個人的想法在做 他也不知道說 領導人跟他說 你是什麼意思 他可能認為上面是錯的 你講這樣是不對的 怎樣怎樣 他就是沒有去 因為他不是那個位的人 所以他的頭腦沒辦法去想到 百分之十八 百分之兩%的人在想什麼 都對想不到 但是比較好的人就是說 我會聽 我聽 我聽命這樣做就好了 我幹嘛去自創 因為這是成功的例子 跟著這樣做 後面就是成功 我幹嘛自己去創一套 所以這個概念 不知不覺 還是你基層的人 你一定要體認這個 你婆婆可能超越上面 所以你不要去其他的想法 這樣會很累 所以為什麼加上後天的條件的培養 像我剛才說的 你文化氣息來說 有包括什麼 音樂 這也一種 你有感覺 你如果悲傷的時候 你聽到什麼音樂 你快樂的時候 聽到什麼音樂 那個喜怒哀樂的音樂都有 我們像說這個音樂他的功威 你要有那種的培養 其實全世界在走 很多頂尖的領導者 他是有這個素養的 音樂美術通通有 甚至也是一個藝術家 比如說你美術來說 為什麼我們全世界畫廊那麼多 你展覽你要去看畫 這個一百度就這樣整 美金還有百萬 幾億的 是怎樣 像一百度可以這樣 你們知道說 假設說 這是壁卡索的話 這個是美金一億 你能不能想像出 為什麼這一幅畫可以美金一億 你們知道那個意思 當然民生是一個 但是他沒有有名 以前他就畫了 他沒有名字他就畫了 我是不知道 你們去參觀畫廊的時候 你怎麼看到 譬如說這幅是 比卡索的畫 你會看到 一億的美金 通常的人 會讓這個數字嚇到 這幅才會賣 一億的美金 其實你如果要看 我教你怎麼看到 你看到價格之後 你要去看這個圖 為什麼它價值那麼高 因為圖跟音樂一樣 這個圖 譬如說假設這個圖 它是要表現快樂 你一定有法度 在這個圖裡面 去感受到那個 那個氣氛 那個感覺 如果你可以從一個畫裡面 去感受到這個 這百度是很值錢的 因為它表現出那個精神 出來 跟音樂一樣 貝多芬他的生命交響樂曲 為什麼 那麼多年了 到現在也是人家在放 你如果聽到那個音樂 你的感受是怎麼樣 你是不是能夠完全體會到 貝多芬當時在寫這條的 他的意思是什麼 你如果知道的人 你會去體會到這樣 因為那個音樂也是會講話 他就像說一個故事這樣 會記錄下來 所以 很珍貴的這個音樂跟美術 他是會講話 就像說我們做一個領導者 你要跟屬下講話 那個話不是直接回答 譬如說 你問他說 你吃飽了嗎 比較高明的人 他會跟你說怎麼樣 我早吃牛排 今天不知道要吃飽比較好 如果我可以吃飽 我一定覺得非常高興 如果你的屬下 可以這樣回答 表示這個人 他是很細心 而且他能夠照顧別人的感受 這是為回答裡面 可以去了解這個人是怎麼樣 所以這樣帶人 不是只有yes or no 你自己問不是yes or no 不是這樣 他要能敘述那才對 因為我們做業務 我們如果出離 要跟人家說話 讓人聽 他是要聽你的過程 你有使用他沒有 你說的話 他有聽到他沒有 他的答案比較會yes or no 比較會出來 不是說像以前我們 我們是怎麼說台灣的教育 是比較失敗 填壓式 老師是跟你說 這個對這個錯 你就是照這樣 copy這樣就好了 他就沒有培養 你一個思考的邏輯 所以你有感覺 一般在台灣的孩子 你如果跟他說 你 你要做什麼 你大約要做什麼 很多人是說不出來 因為他沒有思考你 他平常是沒想說 我教他做什麼 我是怎樣 我將來要做什麼 他不會去想做 一般家長是跟他說 你大約要讀醫生 或是說 你要讀這個 會計、經濟、企劃 他就比較好賺錢 一般家長會跟他說 他不會依這個孩子說 要你學校做什麼 孩子會想 他因為學校沒有培養 這個 邏輯的 思考的分析 所以很多孩子 大後 他實在不知道他要做什麼 所以很慘 你做什麼科系 他出來 他就是沒有做那個科系 譬如說 我念會計 但是我出來做廣告 那些人都很不搭 你就是浪費社會資源 因為你學校你讀四年 結果你把他訓練出來 他做都不清楚 還去做白行 這個是資源的浪費 所以我覺得說 那孩子如果在讀書的時候 他想去打工 你就讓他去打工 因為他要體會 探籍不容易 社會的狀況是什麼 他跟學校是不一樣的 那在學校的學生 他如果可以在學的時候 你體會說 社會是什麼 其實對他畢業之後 他會很慎重考慮他要做什麼 因為他在這個打工的階段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歷練 他會想到說 賺錢真的不容易 再來 譬如說你二十幾歲的畢業 那你人生還這麼長 你到底要幹嘛 你算不是要 你的興趣是什麼 你要保養起來 朝著你的興趣去做 成功率就高